我最初來到加拿大 我的印象就是有兩樣東西 第一 加拿大很大 就是講面積 第二 加拿大可能是很冷 這就是兩個比較深刻的對加拿大的印象 當然加拿大不僅是這件事 講到加拿大很大 加拿大真的很大 你看加拿大整個加拿大的面積 是全世界第二最大的 當然最大的面積就是俄羅斯 第二到加拿大 加拿大是總共有990 9萬平方公里 它是橫越是由太平洋 Pasific Ocean 去到東邊的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中共從西到東 或者東到西中有10個省 在北面有3個地區 我們這個BC省 這個他們的簡稱 全稱叫做British Columbia 就是最西面的省 溫哥華就是B省最大的城市 也是全加拿大第三最大的城市 BC省那個面積 就是有94萬8千平方公里 它人口整個省只有500萬而已 最多人口集中當然是溫哥華 或者是溫哥華附近的那些城市 它叫做大溫哥華 總共有246萬人口 而二威哥華市本身就有68萬 真的很大 但是人口出奇的 是少的 整個國家 我剛才說有900多萬平方公里 只是大概有378萬 388萬也不夠的人口 如果是以香港或者亞洲的比例 很多城市 可能一個城市已經有整個加拿大人口這麼多了 第二個印象 加拿大是不是很冷 真的很冷 所以有95%以上加拿大的人口 住在靠近美國 美國就是我們的南輪的地方 是一個邊界的地方 其他地方 很多地方可以說是渺無人煙 因為事實上是不適宜人類居住的 那麼 BC 省溫哥華市可以說是登天獨後 它都算是溫大 但是比其他加拿大的城市 它已經不算很冷了 我們可以看看在BC 省 我們經常說BC 省就是英屬哥倫達省 在加拿大最西面的一個省 是靠近太平洋 你可以看到溫哥華就是這裡 它的旁邊有一個島 這個島叫做溫哥華島 Vancouver Island 裡面有一個城市南部 南邊的城市叫Victoria Victoria 維多利亞市 就是我們整個B省的省匯 就像廣東省的省匯就是廣州一樣 這個省匯 它是不可以直接開車來的 因為它中間有一個海峽隔著 你就需要乘搭一些叫做渡輪 我們叫做BC Ferry 或者是乘搭飛機 溫哥華的飛來 Victoria 這樣 那麼 我可以覺得就是 就是我在溫哥華一來到的時候 我就可以說叫做 Fall in Love 就是愛上了溫哥華 因為溫哥華實在是我覺得 就是我去的地方不是很多 但是我去過這麼多的美洲、亞洲 或者是歐洲的城市 我是覺得溫哥華是一個相當漂亮的城市 那麼它的天氣 剛才我說的 它算是溫帶 但是比其他加拿大的大城市 例如多倫多 或者滿地河 甚至我們B省內陸的地方 冬天我們算是很溫和 不太冷 因為剛才我說的那些城市 就是閒閒地冬天 現在我們開始來了 十月開始了 就是 現在也有些地方已經開始下雪了 就是 就去到零下 說說20、30度 那麼 就是這樣的天氣可能維持 有四、五個月的 在一年裡面 那麼 溫哥華因為它是在太平洋的邊 也有一個叫Wangcuff Island 隔著那些冷風 所以呢 一般我們冬天都是在零度以上 下雪是有的 但是很少機會 通常都是 兩次、三次 下雪也不會說 一陸可能下一個星期 或者是很久都不停的 那麼我們下雪是大約一晚、兩晚 第二天 如果下雪的話呢 它就會全部衝過去 那麼就 日間氣氛都是大概 零至到七、八度 那麼 晚間當然是會低一點 但是就是 不會說去到零下幾十度 這樣子的 那麼 夏天就非常好 夏天就好像現在香港的天氣 你的日常溫度大概十五至二十度 或者有些二十度過了一點 那麼今年可能熱了一點 因為地球暖化了 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 夏天好像香港的秋天那樣 是很舒服的 天氣 而且夏天是日常夜短的 因為它在地球比較北一點的地方 它可能去到九點、十點、夜晚都還沒天黑的 可能冬天的時候就會反過來 那麼你可以看到 這是部分在尹哥華市的一些風景 可以了 那麼這個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叫做科學中心 叫做 Science Center 在左邊這個就是一個 坐得五、六萬人的一個 叫做BC Place的一個運動館來的 是美式足球 有時候做一個展覽的場地 那麼以前這些地方 我們在1986年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叫做世界博覽會 就在這裡舉行的 叫做Expo Vancouver 在那裡舉行的 我說它是不太冷的 但是其實離開一些滑雪的地方 因為它在北岸有很多山的 山上可能冬天的時候就會有雪 就可以了 譬如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就可以進去到那裡 可以滑雪 冬天的時候 就變成你同一天可以來 或者人天天都去滑雪 好像當是去健身那樣的 這個在我們的市中心 我們的Downtown 裡面的一個叫做Steam Clock 是蒸氣宗來的這個 或者我想說說就是說 例如我想過來讀書 當然你不是想過來讀書 一定希望在這裡可以移民 但是如果你有這樣的一個目標的話 加拿大政府是提供一些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路徑是讓你可以走的 我現在簡單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不可以詳細說 第一我不是一個專業的移民顧問 如果要說這些東西 我們加拿大政府規定是一定要拿一個執照的 一個叫做ICCIC的執照 這是一個專業的移民顧問的執照 我只是可以說提供協令的講一講 簡單講一講 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 我下面每一項是有一個 連結 有一個網站 如果你想知道詳細的情況 可以進去裡面看 這些或者順帶講一講 這些這些 我會傳給WURI 如果想要一份的話 你可以問WURI那一項網站 你不需要拍照 你不需要拍照 你可以有這些資料的時候 之後可以提供 那麼 在加拿大就 首先 那個前提就是 我們是很歡迎國際學生 即是 per se 就是這樣說了 就是很歡迎國際學生 那麼也很歡迎國際學生 除了過來讀書之外 是過來可以獲得一些加拿大的工作經驗 還有希望可以成為我們之後 成為我們永久的居民 因為其實我們加拿大是很需要多些人的 我剛才也說了 面積這麼大的地方 大概是有三千七百多萬人 隨著很多省 特別我們B省的經濟發展 還有要補充退休的人口 因為我們也有一個很大的 人口老化的問題 這個可能跟香港有些相似 那麼除了補充那些 因為要退休的 流失了 離開了勞動力市場的人口 還因為有經濟的增長 所以也需要大陸多些人 多些職業的空缺 給多些人去填補這些空缺 所以我們整體來說是需要多些人 我們覺得國際學生是其中一個非常好的 增加我們移民的一個來源 如果你是在加拿大讀書 就是你一邊讀書 你一邊讀書是容許你一邊讀書一邊打工的 你可以在我們的學校裡面打工 或者是在學校以外的打工 那個條件就是你讀的課程 你一定不是英語的課程 就是ESL的課程 你一定要讀一些 他們叫做academic programs 就是一些專業科 一定是要讀一些學術性的課程 譬如說你在讀一個diploma 你在讀一個bachelor degree 或者在讀一個他們叫做post degree diploma 就是這些program 你就可以一個星期 當你在讀書的時候 就是fulltime的學生的時候 你可以每個星期打工不超過20小時 其實也很多 你又要fulltime讀書 你20小時之外 你每一個星期20小時 就是你每一天 如果你是做5天的話 你每天可以做4個小時 除了讀書之外 你每天可以做4個小時 如果你是放假的 就是譬如好像summer 你不回港度假 你留在這裡 fulltime可以fulltime做事 就是你在一個long break的時候 你可以fulltime做事 你fulltime做事 最多是可以一個星期做40小時 好了 當你的學業完成了 即是你畢業之後 你是有資料可以申請一個 post graduation work permit 一個畢業層的工作簽證 這是給國際學生畢業之後的 所以叫做post graduation 即畢業之後 這個條件就是怎樣呢? 第一 你要讀那個program 一定不是英語的program 而是academic program 你讀那個program 一定起碼有八個月那麼長 如果你有八個月的program 你可以拿到一個叫做畢業後的公約簽證 維持中共八個月的 如果你是讀那個program 譬如是一年的 那你就可以拿到一年 你讀是一年半的 你就年半 就是你讀幾長的program 你就拿幾長的work permit 不過呢 你去到你讀的program是兩年的話 譬如像這些 diploma program 或者讀書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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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是四年 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三年公簽的 之前那些呢 從八個月到少於兩年 你讀這麼長 你就拿回這麼長的work permit 但是你到兩年 不就是以上 你就可以拿三年 在三年公簽的時候 你可以像普通加拿大人那樣 你做什麼工 這個work permit 它叫做open work permit 是一個公開的 你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只要那些工作是合法的 當然 那你就可以拿到裡面做 非常好 你可以就留在這裡 好了 那你做 在這三年公簽裡面去找工作 你做了一年之後 你就可以根據下面那種叫做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 Express Entry 我叫做加拿大經驗裡面 這個特快的方法 那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了 這個ECE是怎麼做呢? 這個條件就是說 它是會需要你先申請 你申請 它就會是 你進入了申請之後 它就將你的名字和其他申請者 擺在公園裡面 它就會將你根據不同的一個 那些feature 你不知道怎樣 你都會給你一個分子 包括你的age 你那個experience 你那個學歷 你那個對加拿大適不適應等等 是由它的移民局給你一個分子 然後它每一個年裡面 就定時 它不規定什麼時候的 它定時就會有一個抽獎 這個抽獎就是說 在這個圈裡面 它就會抽一些人出來 就是可以邀請他申請 提供邀請你 多數都會 approve你的申請 那麼它就會有一個分定的 譬如說你這次抽的時候 它說凡是400分以上 它就會抽到 如果你那個分數是達到那個 抽到 你就可以根據CEC類別 可以得到移民的資格 這是很好的 因為以前我們那一代是沒有的 第一你不可以留在加拿大工作 當你畢業之後 還有你一定要回到原居地 你可以申請譬如那些叫做 Skill workers 那些我們叫做獨立移民 或者叫做技術移民 你可以根據那些 但是你一定要回到原居地 你只可以申請 你不可以一邊畢業之後留在加拿大工作 而一邊你是申請永久居留的資格 那你兩族一起做 一邊工作一邊等移民的資格 以前不行的 那現在呢 是開了一條新的途徑就可以了 另外一種可以申請移民 當你畢業之後 就叫做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 就是省政府的移民提名的計劃 這個計劃就是說 根據省政府的勞動力市場的需要 譬如在B省是某些公種的特別需要 好像健康衛生 好像一些技術性的工作那些 那他呢 就由這個聯邦政府 就是我們那個國家級政府 因為移民這件事是由國家級政府去管理的 他就會給一些額給不同的省 例如B省給你多少額 由省自己去決定哪些公種是對省特別需要的 就是由他們去決定 那如果譬如說你滿足到省這樣的公種 或者勞動市場的需要的話 那你就可以合格 就是省政府是選拔 再將你的名字提名上給聯邦政府 聯邦政府發出移民的資格給你 那麼這個也是另外一個資格可以做的 那麼最後有一個就是 這個就特別是對香港的居民的資格 這個是相當新的一個計劃 這個是在今年2021年6月1日自實施而已 他只是知道 暫時來說 如果沒有延長的話 是直到2026年的8月31日 他這個叫做Pathway to Canadian Permanent Residence for Hong Kong Residence 就特別為香港的居民而設 他主要是香港居民的定義就是 你拿著香港的特區護照 或者香港的BNO 就是那個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英國海外公民的護照 那麼你就可以根據這兩個途徑 那麼他就發出是Stream A和Stream B 那麼Stream A 適合的國際留學生 Stream B 我就不說 Stream B 是說在加拿大做事的人 那麼Stream A 就可以這樣 你是只需要在申請的時候 你過去三年 過去三年 是在加拿大是讀完 或者是完成以下的其中一種的programs 第一種就是一個Degree 一個四年的學士學位 或者就是這個associate degree 一個副學士 副學士就兩年 稍後我也會詳細說一下 就是Master 一個碩士 或者是一個Doctorate 一個博士學位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Diploma 起碩有兩年長度的一個文壇的課程 第三就叫做Graduate or Postgraduate Credential 就是在這個設立學士後的資格 這個就需要你在原居地的學士學位 是在你讀這個programs之前五年是可以得到的 你不可以說 譬如說我十年前在香港拿到一個學習位 你過來這邊讀這個programs就可以了 你在過去五年拿到一個Battle Degree 你可以來這裡讀這種叫做Graduate or Postgraduate Credential 如果你是合乎在申請的時候三年內完成了這些課程的話 你就有資格讀完之後直接申請 就是不需要經過那些postgraduate workers 不需要再工作 直接申請那個申請的 這是特別是香港人可以做這個業務的 所以如果你們想知道一些比較詳細一點 關於這些資料的話 你可以在我寫在網站上詳細看